五妹娘的电视剧播出以后引起热议 很多人都对这个五妹娘现象很感兴趣 我昨天的电影电视剧拍了很多了 我这个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好像就看过 我印象比较深的 倒是那个台湾有个演员叫龟亚雷 他演的那个五则天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后来我看到再演五则天的 没有人能演过他那种感觉 但是现在拍的五妹娘是拍的三年轻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因为五则天活得很长 五则天他作为帝王 他的寿命是非常长的 有多长呢 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活得最长的是乾隆89岁 其次是梁武帝 满朝宋其良臣的梁武帝活到8586岁 五则天是名列第三 按照我们现在说是继军 活到大约82岁 他下面还有一个皇帝可以跟他通 就是宋高宗造构 大概活也是8182 跟他岁数差不多比他略小 活过80的皇帝一共就有四个人 包括最后一名是忽必烈 活到大约80岁 五则天在中国正史上 他不算皇帝 他算一个还是算皇后 尽管他做过大洲皇帝 但是他下葬的时候 以皇后的身份下葬 还是跟他夫君李治 他们高宗李治一同下葬 但是武则天的名气太大 今天我们去乾隆的时候 大家都不是说去看高宗的墓 不是看李治的墓 而是看武则天的墓 尤其他那块非常有名的吴字碑 他这吴字碑我去看过 尽管后人也在上面乱七八糟 刻了点乱七八糟 但是他确实一开始是吴字的 吴字这事有点意思 我们历史上的所有的记载都叫文献记载 唯独武则天的这碑呢 无字 所以对他的这个这个无字碑的记载 就叫无字碑 没有 那为什么没字呢 有各种解释 各种解释 比如有人说 他觉得自己作恶太多 所以没法用文字记载 有人呢 说呢 他比较大度啊 是西方是非 听说 让后人听说 所以呢 就不需再写什么 我倒觉得后面这种解释 还是挺符合武则天的那种 那种心机的 他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女人了啊 他小时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有心机的女孩 他十四岁呢 就嫁到宫里去了 就嫁给了这个唐太宗李世民 李世民后宫的人太多 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很确切的数字 几百人总是有的 那么按照武则天后来的回忆说 他老说啊 他当时太宗对他还是很宠爱的 但是学者们都认为 这是他的自个儿单方面说的话 就是他给自个儿贴金 因为 因为为什么大家觉得他没那么 太宗对他没那么宠爱呢 首先 记载不详啊 第二呢 这个武则天还是生意能力很强的啊 人生意能力 尤其女人啊 生意能力强的 正好身体很好 但是他最能生意的时候 就是他14岁到26岁 这12年 太宗对五妹娘的临性呢 肯定次数不会太多 他没有怀上运 这是一个证据 因为 那个时期 就是他最年轻 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 理论上讲啊 差不多擦伙就着啊 他就是没有怀上 所以就证明 太宗对他的宠爱是有度的 肯定不是无度的 因为唐太宗呢 活的岁数并不是很长 他活的大概50岁多一点啊 那么在他的这个晚年的时候 五妹娘发现这个问题以后呢 就开始跟太子啊 跟李治就眉来眼去 究竟俩人怎么勾搭的呢 说的 怎么勾的成功的啊 就各种五花八门的说法 我老说啊 历史没有真相 这确实没有真相 我们今天的 你看到的影视记都不是真相 都是编剧们猜测的揣摩的啊 有人还认为 他们俩那爱情最早是从厕所里发生的 你觉得这事可能吗 那么 他们俩之间啊 五妹娘跟李治之间的这个 这段恋情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了 是冒天下之大不韦的 他为什么敢冒呢 这有一个前提 就是因为唐朝啊 李氏家族 李氏民家族啊 他的血统问题 就是他的血统不是很纯 不是汉人血统 他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鲜卑血统 我们都知道游牧民族啊 由于过去的生活比较艰辛 他生活比较艰辛呢 这个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只要这女人不是你的生母啊 不是跟你有血缘的生母 那么如果丈夫去世啊 那么底下的儿子 尤其长子都可以 所谓补充力量 让这个所谓的小妈继续生育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看武则天啊 武则天啊 先是理论上讲 他是李治的小妈 按照我们今天说 这叫乱伦啊 也是后来洛宾王写 陶武赵席文的时候的一个攻击点 对吧 我们记得这个年轻的时候 看到这个曹宇先生的雷宇 雷宇那也是乱伦呢 也是那小妈毕竟是妈呀 汉族人认为 农耕民族认为 这个这是不可逾越的一条障碍 就是只要是你爹娶的媳妇 你再喜欢都不能动手 平 我希望你还是像从前那样 诚恳的人 你知道 我没有你在我的面前 我已经是很苦的了 所以我就要走了 不要再提起那些后悔的事 我不后悔 我做事将来没有后悔过 唐代皇室啊 因为有这个鲜卑血统 有游牧文化的血统 所以呢 他对这个妇女改嫁呢 还是比较宽容的 比如新唐书《公主传》中呢 有记载的29人改嫁过 其中有5人3嫁 改过3次嫁 我们今天一个人改3次嫁 基本就废了 那你比如我们知道 湘城公主 太平公主 这都改嫁过 这种文化啊 是这个农耕民族 跟游牧民族文化中的一个差异 农耕文化呢 都是讲究小家第一世的一种生活 都是讲究一种安分的生活 所以自晚唐以来 这种以后呢 中国人对贞结看得越来越重 而游牧文化呢 对贞结看得就比较轻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的生存状态 不如农耕民族稳定 它就必须在最艰苦的时候 不顾及任何制度 一定要延续祖孙 这是它的第一任务 那么按照惯例 太宗去世 去世以后 皇上去世以后呢 所有皇上 灵性过的 就是 嫔妃 没有生育的 一律 到寺院去 宫到寺院去 然后一辈子 消化为增 为什么要消化为增呢 就是这些女的 都是皇上 动过手的 这个动手的含义非常丰富 啊 那么别人就不能再动手了 所以就把他们 只好赶到 这个 卓家重地啊 跟着青灯皇卷 贩毒余生 那么五妹娘是知道这个惯例的 所以呢 她要给自己留一个后手 就跟李治 眉来眼去 搭上了这层关系 而这层关系 恰恰在她的后半生 或者是在她的一生中 起了决定的作用 那么李治当上皇帝 李治是高宗 李治当上了这个皇帝以后呢 确实从心里 惦记着这个女孩 她为什么惦记着呢 我觉得啊 女人和女人之间 有很多不同 这个说这个就是 比较玄妙 只有接触过很多女人的男人 才能感受到 女人之间有所 有什么不同 五妹娘的这个妹字很有意思 妹是女人最具备 最具诱惑力的一种 一种姿态 或者说一种形态 我们就反正我没碰过 这么妹的女人 卖 朕赐你一个新名字吧 当初曹子健 见洛神女 曾做妇道 柔情绰态 媚于语言 以后你就叫媚娘吧 木头王子 记住了 这就是我大唐的女子 五妹娘 据说这女人只要有媚 我们今天说的魅力 是一个鬼子 一个磨 过去那个媚呢 都是那媚眼 就是说不上来那感觉 她会产生极大的诱惑 所以这个诱惑呢 对李智来说呢 是魂牵梦绕的 所以李智当上皇上以后 不顾所有的禁忌 把五妹娘接出来 从赶耶稣接出来以后呢 做了她的婚子 我们生活中啊 其实今天提妹呢 老是提那个鬼魏妹 是吧 说这个耻妹王两的妹 我们说这个魅力呢 是从某种意义上讲 还是比较中性的 我们说古代的啊 就是一女子边 一个眉毛的眉 这个魅呢 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的 你还不能说 它是贬义 一种羡慕的贬义 这个词很怪异 中国的词汇中啊 不是用简单的说 这是一包一词 这是一贬义词去解释了 它是有一种 带有羡慕的一种贬义 所以五妹娘呢 就是运用这种魅术 这种魅术 这种很有意思的能力啊 应该是 我觉得是 是超出常人的 所以 他把这个李治勾搭的 魂天梦绕 所以李治呢 就是不顾任何禁忌 把他给揭出来 先以侍女的身份 最终成为他的嫔妃 那么故事 我们都很清楚了 王皇后 萧淑妃这些故事啊 一争讹斗的故事 互相吃酷的故事 这些故事我们都很清楚 但是问题是 我们有很多细节 并不一定清楚 比如他的着装 大家都很感兴趣的 这部分着装 究竟唐代能漏多少 唐代装束是什么样呢 我们很有意思啊 我们今天是有图像为证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唐代的文物出土比较多 尤其壁画 壁画在两近南北朝 西东近南北朝时期的 很多墓葬都有画像砖 那时候画像砖 画的都比较草率 我们都可以看到 你喜欢文物的人都知道 他画的比较草率 但是唐代墓道里的 那个墓葬画的这些壁画 都非常写实 而且细致入微 比如永太公主墓 那里有很多壁画 能反映当时唐代的装容 这个包括仪表 包括出行的这些阵势 我们还有很多国宝图 比如岛链图啊 比如三花式女图啊 等等够唐代 乃至仿唐的画 都能表现当时唐代 妇女的这些妆容 我们知道出唐的时候 还是受谁的影响 服装都比较严谨 我们看到这些地画 或者这个出土的文物啊 服装一般都可以到进步 没有这么拼了命运向露出来 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电视剧 可能也是为了取悦于观众 为什么要取悦于观众呢 就是因为观众喜欢啊 我们这些年看到的就是 这个衣服都是越穿越少的 比如我们这些年啊 大家看电视剧 都喜欢那个看古代服装 古代服装呢 第一华丽啊 比我们今天的服装 我们今天的服装再华丽 跟古代服装比较起来 确实不够华丽啊 第二呢 希望大家很希望 就是把古代的一些 模了模糊的记载 能够很实际的呈现 是不是衣服越穿越少呢 我们并不很清楚 看电视剧呢 我觉得跟实际中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是服装 这个唐朝的服装呢 是汉装和服装的混杂时期 比如他正式的场合 他很希望穿到汉装 汉装一般都是宽袍大袖 服装都比较紧身 我们今天啊西服 我穿着西服基本上也算胡装 就是他从西边来的 我们今天叫西服 你也可以叫胡服 就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真正的中式服装呢 过去都比较宽松 那么平时的时候啊 就是在唐朝平时的时候呢 那个唐朝人都愿意穿胡服 胡服比较方便 我们今天也是 你仔细想想西服 它就是比我们的那种 很严谨的中山装 比如那有五公脚的那种扣子啊 比如说能扣11个 你想想你早上起来扣11个扣子 跟扣一个扣子的速度都不一样 所以他就愿意穿这种 很随意的服装 胡服啊 在过去啊 从战国啊 战国胡服骑射开始 到汉代 林蒂号 胡服到唐代 乃至后面 胡服都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服装 所以从汉族文化的角度上讲 他比较 他不抗那个 就觉得那东西太随意 我们不是讲究理智吗 理智就比较繁杂 那么出唐的时候啊 这个服装还是比较严谨 然后到了中唐 盛唐以后 才逐渐变得比较开放 那么他开放到什么程度呢 也不是我们今天这个程度 我们今天这个程度 有一点跟过去 肯定是不一样的 哪一点不一样呢 就是过去 他无论这个服装啊 怎么裸露啊 怎么暴露 他有一点是纯顺然的 他绝对不去挤 这个挤字很有意思 过去他都 人长的这东西都是下垂的 都是随着自然有重力的 你现在反重力 你往上堆 所以就堆出毛笼来了 就堆出大头娃娃来了 对吧 那么好 我们知道唐装 有一点啊 很有意思 他重什么呢 他重前面表达 不重后面 所以唐代服装 不露后膀子 我们今天有时候去看个什么 什么时装表演啊 有时候看个现在什么车展啊 那车膜后脚 一直露 露到后面那脊椎骨啊 跟鳄鱼似的 全都数得出来 是吧 那都露着 过去唐装绝不许露后背 肩膀都不许过分的露 就到这为止了 我们今天的服装 我还真 因为我对不起大家 我实在没工夫去看电视剧 所以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五妹娘这样的电视剧 中的这个后背 是不是露的多少 这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唐代的时候 露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有限的 有时候啊 我这儿有时候来点导演 说起来有的都是大导演 大导演来了 老说你能不能给提点专业意见 有时候我就说 这事不能提 为什么不能提呢 如果按照专业 按照所谓的考据的原则 去拍电视剧 您的电视剧拍不了 电影也拍不了 我们讲过三国 是吧 三国 现在的三国 肯定是骑马打仗 可三国时期 不骑马打仗 就这一条 你就讲不了 五文养写过很多诗 武则天是有诗集的 他还真不是一首两首 他有人专门研究他的诗 他有三言 四言 五言 七言的 写过很多诗 而且武则天的文采 我觉得从文人的角度上 要求都是非常高的 此人不是掌权之位 绝不是一个 就天天靠着勾引别人 去生存的这样一个女人 你比如他当时 他有一首诗很有名 这首诗是在中国 唐代爱情诗里 算数得着的 这个爱情诗 武则天写的这首诗很有意思 这十六群很有意思 在唐诗里 写到十六群的地方很多 十六群是个什么群子呢 可以告诉你 这十六群主要是指的颜色 看诸成帝 很多解释 一般的解释都是说 看这个花盛开的时候 花卸了 最后成了绿叶子 大概是这样 然后为一斤 让我说 看诸成帝 看红的成帝 就看恍惚了 你知道人家看恍惚了 是一种境界 你也未必 这个五妹娘当时 不是这个感觉 就说我看这红色 都跟绿色一样了 红绿这两色 是色中之亡 这两色还容易产生色盲 你知道真正严重色盲的人 就是红绿不分 红绿灯看不清楚 所以为什么色盲的人不能开车 就是这道理 那么 看诸成帝 思纷纷 就是我不停地在想你 唐诗中还有红裙 杜杀十六花之计 你看 这个 它主要是 这个裙子的颜色 是红色的 十六那个红色 你们注意看 十六红不是大红 是一种 说不出来的一种紫红 因为有这个唐诗 我们过去 乃至到现在 说这人栽了跟头 栽在女人身上都说 拜祷在十六层下 是吧 我们现在好多官员 就是拜祷在十六层下 那么你想想 这个五妹娘 先是嫁给了 或者说给唐太宗 李世民做妃子 后来嫁给了李治 两个人丈夫都是皇上 自己也做了皇上 儿子李贤李贷 也做上皇上了吧 你想想 这人自己站在中间 上面两个人 下面两个人 都是皇上 自己也是皇上 你想想 中国做皇上的人多了 男皇上当然很多了 皇上说起来就这一个 慈禧太后到最后 都没做上那皇上 所以武则天呢 不管怎么说 他这个权力 权请一时 最终做了这个皇上 尽管他临东的时候 把位置让出来了 又让李氏江山继续延续 我想这也是他聪明之处 无论他怎么是万般无奈 也算是聪明之处 伴随着等级的庞大五月 木槿悄然离去 你奶奶离世时 是那样的沉默简单 犹如他毫无光彩的降生 他命人 为自己立了一块 无字的墓碑 一个人呢 知进知退 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 五妹娘 既知进 又知退 五妹娘呢 这个 出身的不算特别高贵 她是一个田房生的 但是非常有心系 你比如说她入宫的时候 这个 所有人都觉得入宫啊 是一场大灾难 为什么呢 那时候不是皇帝来清点 你见不着皇帝 是很多人帮忙 把这人送进去 送进去 有可能一辈子皇上都见不着 或者说没有人灵性你 你这一辈子就给耽误了 但是五妹娘非常高兴 她觉得什么来了 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老说啊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对吧 你看人武则天就是嫁得好 人不仅嫁得好 还干得好 这一辈子 当上中国唯一的命皇